加拿大的觀眾你們好 我是唐詩詠倪特尼 2022魅力凝聚新時代的另外一位嘉賓 就是唐詩詠倪特尼 在這段時間沒辦法飛來和你們見面 但也透過這個節目 和大家玩遊戲、聊聊天 有甚麼問題你們都可以來問我 希望快點在加拿大見 今年在劇集 《血拳英雄》第一次嘗試打女角色 不只觀眾覺得驚喜 原來她自己都一樣 真的沒想過拍了十多年 才會拍打的這套劇 真是太難 本身我沒有跳舞 我不是一個運動型的女生 所以拍的時候是非常非常困難 除了因為要克服打女的東西 也希望克服自己的恐懼 其實做演員就是不斷不斷挑戰自己 但我接著拍《隱形戰隊》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打電影 但那些就比較簡單和比較短 所以我覺得雖然之前 那個好像拍得不太好 但得到的經驗 累積了下來 這套又拍得不錯 所以自己都挺開心的 生活在鏡頭 尾光燈之下 演員要面對的壓力絕對不少 對抗心理壓力 Natalie就有一套屬於自己的辦法 我自己這麼多年去令自己 如何可以心理健康一點 是一靜一動的 正態就是做meditation 簡單來說 譬如有一支水 我們就搖勻了 就會有很多bubble 這個就是我們日常 生活中的自己 而meditation就是放下 然後讓它慢慢靜止下來 變回一個正態的水 那動態呢 我就會去跑步 那運動 無論你跑步也好 無論你是打球也好 其實都會令到你的身體 會產生痕痕 透過運動 透過聽音樂 假一樣你喜歡的事情去做 但我們必須要去釋放自己的壓力 不需要去害怕自己有這個問題 或者覺得為什麼會情緒很低落 正面去面對 然後正面去解決 其實都是很小事的 記住5月15號晚上9點 新時代電視一台 魅力凝聚新時代 各位觀眾不見不散